在新浪微博上也有网友跟我说 说有赵你能不能多更新一些在加拿大的小孩的学习生活方面的内容 没有问题 今天要去聊的就是跟小孩在学校有关系的一个话题 我收到一个里面有 Yuna的我闺女的照片的一个信封 那它是什么东西呢 几个礼拜之前 Yuna的学校有一个叫做 Photo Day Photoday 顾名思义就是照片日 其实就是给孩子们学校组织 每一个人单独拍一个比较专业一点的照片的这么一个日子 那每一个年每一个学年都会有这么一天活动 会是有一个叫做 Life Touch 的一个机构 专门来给各个学校来拍这个照片 拍完之后呢 再把照片的小的缩裂的样张寄给家长 家长自己再到网上去选择 在你决定购买之前 你一分钱都不用花 它为你拍摄也是免费的 但是在你购买的时候 你需要为此来付款 所以今天的Vlog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 Life Touch 是什么 以及家长怎么在 Life Touch 上 来给自己的孩子选择照片 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究竟在加拿大一张照片值多少钱 首先访问 Life Touch 的网站 mylifetouch.ca 然后呢 输入照片ID和访问码 然后就会在弹出的那那照片的这个窗口上面 来确认照片的所属人物 进入到界面后呢 可以选择默认设置的套餐 自行定制的套餐 或者是省钱的优惠套餐 我们先来看看默认套餐的具体的情况 进入后呢 会发现有多种的套餐可以选择 比如豪华套餐当中呢 就包含了多种印刷成品的尺寸 包括有钱包尺寸若干 5寸照片4张 7寸照片2张 和10寸的大照片1张 比较的丰富 它的价格在36加币 如果你选择的是基本套餐 则只有8张钱包尺寸的照片 和4张5寸的小照片 价格呢在22加币 而且刚才讲的这两种套餐 都不包含数码的原片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默认的 以上的6种套餐里面 选择最适合你的选项 我个人呢 更希望拥有数码版的照片的原片 更推荐选择省钱套餐这里面的 两个数字版本的套餐 一起来进去看一下 省钱的优惠套餐里面呢 第一个是两张数码的原片 它的价格是22加币 而第四个套餐呢 是5张数码的原片 45加币 接下来呢开始选择 我想要的两张照片 在两张套餐的这个方框里面 你可以选择照片的款式 那进入之后呢 下拉菜单提供了校园风格 现代风格 传统风格 户外风格等多个风格可以选择 我比较喜欢能够记录和代表 娜娜当时所在的年份和年级的 My grade的风格 比如说在这里面这张娜娜就有一个非常可爱的 pose 右边的背景呢有grade 1 非常的好看 我也很中意 所以呢第一张照片就她了 因为实际上呢 娜娜在photo day就拍了两个pose 所以呢 然后再由系统自动去匹配不同的背景 所以接下来我在学校风格里面 找到了另外一个pose 在照片的右边选择了2017到2018的年份 同时呢 我觉得背景又非常有学校生活的风格 我非常的喜欢这一张 同时呢 娜娜的表情也非常的自然 选择好了这两张照片之后呢 那就可以根据两张数码照片套餐的22元的价格 直接下单和结账了 结账完毕会收到一封确认下单成功的邮件 不过在这里呢 很传统也是很落后的一点 就是说你并不会立即的收到数字版本照片的一个下载 而是要等到LiveTouch的系统处理完之后 将你下单的照片通过克鲁城攻盘的方式送到学校 再由娜娜放学自己带回家来 比如说我可以看到这边是娜娜去年的照片 也非常的可爱 像这些是娜娜去年的照片 这是去年的照片 这是去年的照片 这张也是Kindergarten时候的照片 这张也是Kindergarten时候的照片 所以留下来非常的有意思 最后关于LiveTouch还要说的是 你可能会觉得 我也会觉得LiveTouch好容易挣钱 因为所有的学校的照片都是由他来拍摄和处理 然后家长应该都难以拒绝去购买这些照片 看到自己的孩子照片这么漂亮 其次的话 这些照片你去拿去冲洗的时候 在加拿大版权要求比较严格 所以同时你还需要下载他们的照片冲印许可 拿去冲洗店 理论上来说 这样才可以去冲洗你的打印出你的照片 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在加拿大生活 孩子在学校拍摄的photo照片 你是怎么去来在网上下载和购买的 当然还有更老土的方式 就是你填写新封里边的支票和表格送到学校去 通过支票支付的方式 也可以同样拿这么的照片 当然如果你上网很方便 只有通过上网的方法就好了 所以拍一张照片到底要多少钱呢? 对于我们平常的生活来说 好像就是快门轻轻按一下而已 但是对于生活当中一些重要的瞬间 把它记录下来呢 我认为拍一张照片有的时候是无价的 好了 今天的vlog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我的vlog 我的subscriber已经突破有1700万 1700万 天哪 1700位subscriber订阅者了 非常感谢每一位的支持 如果你喜欢我的youtube频道 可以点击画面这边来关注我的youtube的频道 同时你也可以点击画面的这边 来观看我的youtube频道里面 更多的视频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内容再见咯 拜拜